今年是化工业的景气期。相关企业盈利普遍大幅增长。小型化工股天德化工609本周也宣布盈起。 预期全年盈利竞争216.5%。至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。每股盈利约36分人民币。股价随即爆升于1成。至1.3元水平。排面上天德化工股价仍便宜。 佳因现价预测市盈率低至4倍以下。排三成股息也达13港仙。现价息率达10厘。然而近月化工产品价格普遍回落。天德是否也到了水尾。天德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112%至1.02亿元人民币。每股盈利12分人民币。 意味下半年盈利接近2亿元人民币。半年间再增1倍。不少化工企业今年盈利倍增。但市场担心明年盈利减少。 众多化工股股价已由早前高位回落。天德又是否已升得过分呢?天德盈利增速其实还远高于表面。去年全年盈利9000多万元人民币。 但有7000多万元人民币是来自地方政府收回土地的补偿金。扣除这部分。全年经常性盈利仅为2000多万元人民币。 反映天德今年业绩是超级大跃进。管理曾指出。计上半年盈利回升后。 外部因素转变在下半年续出现及约干下游市场持续改善。有利集团产品市场需求。 带动营业额较去年大幅增加,以及集团通过集中生产进一步提高整体生产力和效益。 压制生产成本。天德生产线现时集中于山东维方工业园内的大型厂房。 该工业员会最大量化工企业。有利天德以合理价格买入原材料。天德专供精细化工。 属于冷门产品。主要产销清机化合物。因为属剧独化学品。 只有少数企业获得生产牌照。产品的应用领域包括医药、农药、香料、塗料、塑料及胶粘剂等。 天德主打的清越酸越资,以CYA,除了内销。 亦出口其他国家。是行业中的龙头。 ECYA价格近期持续高企。较上半年上升近倍。 由于供应有限用途广泛。 至年底时价格仍未有回落迹象。 预期天德明年盈利可保持高水平。 天德于2016年时盈利曾增至2亿多元人民币。 当年派息12仙。 及后化工业不景气层陆得亏损。 直至去年盈利回升恢复派息3仙。 因此预期本年度派息13仙只属保守估计。 天德每股账面资产正值超过2元。 是名副其实正在翻身的雪家屁股。 而趁整固时收集。 限可财息兼收。 财瑞宝资